这个女人透过窗户望去 见到丈夫正抱着一个美人你蒙我蒙 而这个美人正是她的孪生妹妹 丈夫作为将军 三妻四妾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翘她墙脚的人 她万万不能接受 姐妹二人 郎上撞剑争锋相对 形容如同宿敌一般 究竟是什么 让这对姐妹剑拔弩张至此 此时正值江户幕府 第十一代将军德川佳琪时代 要说这位将军 也算是德川之事史上的一朵奇葩 他之所以文明于史 不是因为过人的正经 亦不是因为呆下的德行 而是因为他天赋异禀的运动能力 和生育能力 光是记载在册的测试 便多达五十多位 更别说那五十七名子嗣 然而这枝繁叶茂的盛景 并非一夜之间凭空产生 在德川家齐年轻之时 曾有过一段一子难求的时期 郑夫人十子夫人容貌堪忧 将军与她只是形势上的夫妻 朝中为此议论纷纷 一番商议之后 决定劝将军内窃早日生下继承人 朝中的小那户中也轻貌于 借此家官进决 掌握政治实权 于是他把目光投在了 九景家的两个女儿身上 听闻两位姑娘都生得貌美如花 若能得到将军大人的宠爱 那两人的仕途便能一帆风顺了 此等美事 九景中康当然不会推辞 他连忙赶回家中 说其中也交托给自己的差事 他将负责在宾丽宫设宴 招待将军大人 届时他会将两姐妹送给将军过目 这是无上的荣耀姿势 没有拒绝的理由 姐姐阿梅一向沉稳端庄 毕恭毕敬到自己会为家族 全力以赴在所不辞 此话一出 妹妹阿哥却是不大高兴了 一声不吭离开了房中 两姐妹都是少见的美人 但论样貌和仪态 还是阿梅更胜一筹 因而阿哥对于姐姐的情感 也十分复杂 血浓与水的亲情之中 混杂着案子比较的不干 他知道家中的武士兵无暗恋自己 于是在他面前宽衣解怠 问他和姐姐谁 阿梅更能得到将军的青睐 他生性大胆开始撩拨面前的人 谁知这个武士是个没胆量的 哆哆嗦嗦帮他穿好了衣服 阿哥冷冷道 回到房中阿梅正在梳头 他对着妹妹坦言 自己经大傲并不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 而是为了家族着想 阿哥却嗤之以鼻 他认为姐姐过于自信 到底谁会成为将军宠妃 还是未定之术呢 与其被父亲随便指给一个男人 围着锅碗瓢盆过一生 不如用这具身体换取力量 次日的宴会上 将军如鱼而至 如意料之中那样 对着翩翩起舞的阿梅赞不绝口 夸他如传闻中那样美 当然也没有询问他性命 生出让他跟随自己的意愿 对比于温婉窈窕的姐姐 妹妹阿哥更爱舞刀弄剑 别有一番英姿飒爽的独特韵味 将军不由眼前一亮 却见面前的美人表演完之后并未离开 而是来到墙边的屏风处 打开了一把折扇 将军看出他是想让自己展现剑术 兴致也上来了 是一座没有自由 但仍让无数女子去之若物的精致牢笼 阿哥兴奋不已 宁神摒弃等着好运降临 然而 一道血痕留在了脸上 将军顿时大怒 断言九警家窝藏了刺客 九警中康已是瑟瑟发抖 连忙跪在地上赔罪 此时的将军已经是圣目之态 他拿过刀想要砍了九警 刀即将落下时 却被这位美丽的少女阻止 阿梅虽然外表柔弱但性格刚毅 主动提出想要代付一死 他坚定的模样让将军动容 将军凝视着他的容颜 问道 文言将军便不再追究九警的责任 只是作为交换 他的大女儿必须进入大奥 九警没想到这样还能因祸得福 阿梅更是一脸错愕 唯独阿哥 神情中写满被姐姐抢先一步的悔恨 他知道是谁坏了他的好事 于是找到了那个男人 责怪他多管闲事 面对武士兵无表白 他有心动也有慌乱 然而家仆的声音响起之时 男人还是露出了懦弱心虚的一面 阿哥那萌芽的情意 便随着那离去的身影一起 埋藏在了心底 不久后姐姐阿梅便进了大奥 成了将军的侧室 得川佳琪很喜欢这位美丽温柔的夫人 夜夜传召其来士气 如此一来几个月之后 阿梅便顺利怀上了将军的子嗣 她的父亲也得到升迁增奉五百代 但与之相应的也出现了难题 阿梅夫人这段时间不便于事情 而大奥女子却是多如繁星 要是这段时间将军的心思转向别处 那岂不是大权策落 钟也和九景一番商议 决定派阿哥去大奥看望姐姐 阿哥本就对阿梅心怀嫉妒 看她如今华丽贵气的模样 更是越发易难平 如果姐姐这一胎是男孩 那必定会被定为继承人 到时候她也会是大奥里最尊贵 最有前途的女人 这样一想 妹妹的嫉妒便更如星火燎原 出门之时恰逢将军来看望爱妾 阿哥觉得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 于是假装咳嗽引起将军的注意 果不其然将军还记得他 面对这个漂亮的小姨子 德川佳琪也是一派慈爱 阿哥大胆主动出击 说自上次一幕之缘 他便再也忘不了将军 每日每夜思念的泪流不止 今日再见 情到农时便不由失了一态 此话溢出哪个男人招架的主 德川佳琪被震惊的无言一对 过了几日之后便以照顾阿梅为由 让酒井将小女儿也送入宫中 这两人也是毫无顾忌 在怀孕的阿梅面前眉来眼去 眼神都结成了情茧 阿梅自然难以忍受 但她性子柔顺也不好发作 便借故离去眼不见为尽 当然 此时的阿哥也没有接受将军 他深谙欲擒故纵之礼 对于将军收他入房的邀请充而不闻 推却到自己是来给姐姐初次分娩帮忙的 但佳琪问她之前的情谊是否属实时 她还是承认了 然而她转头又道 这话说得大胆 但在色迷心窍的佳琪看来 却是别有一番楚楚可怜之态 阿哥为了夺得将军独一无二的宠爱 斗胆提出想要一座只属于两人的宫殿 世宫那日恰巧是阿梅的临盆之日 听着外面砍伐木头的声音 她大为不解 女官灵机一动 谎称那是将军在为她和小世子修筑行宫 阿梅不由感叹将军的用心 也并没有多想 痛苦了一整天 夜晚时孩子终于生了下来 是一个健康的小公主 将军见继承人之梦落空 脸上的笑容顿势垮了下来 连阿梅也没有问候 便失魂落魄离开了产房 也就是在这一晚 将军和阿哥有了实质性进展 美人的眼神咄咄逼人 要将军发誓以后只爱她一人 绝对不去姐姐那 将军见在弦上 别说是不去阿梅那里 就算是让她死了她也甘愿 一夜之后大傲又添新宠 时间如流水兴修的宫殿 也已经竣工 阿梅抱着女儿去查看 里面传出的情音 使她惊诧不已 透过窗望去 只见将军正抱着一个美人 调笑亲密 那位美人 赫然就是她的孪生妹妹 没想到自己在孕期 被亲妹妹挖了墙角 阿梅一时间不知做何表情 恰巧此时怀里的婴孩 啼哭起来 换回了她的心神 不久之后大傲一主 阿哥独得将军宠爱 面对比自己资厉老的姐姐 也是一派趾高气扬的模样 因为将军的长期召见 几个月之后 阿哥也怀上了将军的子嗣 于是理所应当的 大傲中的两千名女官 都跪伏在了阿哥夫人的脚下 正所谓木秀于临风必摧之 此时的大傲总管 大棋局已然生出不满 更何况阿哥又提出了 扩充自己宫殿仪式 两人吵到了德川家旗面前 都不让对方分毫 但此时的阿哥既有将军的宠爱 又有子嗣加身 自是占据了优势 大棋局被将军的那句 没有什么比老女人生气的面容 更难看的 气得哑口无言当即拂袖离去 然而阿哥的跋扈不止于此 此后的他做出了更加放肆的事